屏東充配製造的紅鬚魚子 口感鮮脆鮮甜 農民秀出自家產品 為屏東好顧地產地銷市集 揭開序幕 屏東縣政府為了推廣 縣內優質農特產品 在屏東農業務產館辦理市集 包括屏東縣優質 紅龍果品質 評鑑冠軍 全國國產龍眼蜂蜜品質 評鑑特等獎得主都來參與 上百種產品 讓民眾一戰構足屏東好顧 我們的產品是那個 110年度9月剛獲得屏東縣 紅龍果品鑑冠軍跟果王 雙冠王 那很謝謝屏東縣政府 就是舉辦這個地產地銷 然後讓我們小農可以有農產品 就是讓消費者看得見 今年2022得了頭等獎 就是純天然 然後不添加任何其他物品 對 然後就天然採集這樣 給消費者安心適用 屏東縣長潘門安與副縣長吳立雪 到場為屏東農漁特產行銷 潘門安表示 屏東物產豐饒 又有花果天堂的美名 且屏東農業物產館緊鄰屏東交流道旁 是南來北往民眾進入屏東的第一站 帶動不少人流及物流 辦理市集把優質屏東好物推薦給縣民及外地遊客 促進地產地銷 這個物產館就是作為我們進入屏東的稻汁 裡面展資的全部都是來自屏東的精品 那同時旁邊的園區也作為我們在稻田彩繪 一年兩季的稻田彩繪 都可以在這裡來欣賞這個美麗的田園 那同時旁邊也作為我們物產整個加工的場域 我們都在月底會動工 縣府不但設立屏東農業物產館 更將打造農業特色產業園區 並積極透過多元的行銷管道及市集 向民眾展示在地小農及農產加工的在地精品 不僅讓遊客瞭解屏東農業產品堅強的軟實力 也讓遊客逛得開心買得痛快 記者張如荺 楊正義採訪報導